各位, 盈哥, 我上面有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由IQO看过去加萨地带 最后一个所谓的安全区Rafav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以色列正在用一些炸弹 轰炸这个地方 现在是晚上 这段时间我们要看在国际上发生什么事 有几样东西发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在这里上面有人提到 第一, 这次襲击Rafav之前 美国政府尝试要禁止TikTok 因为TikTok将视频和大家分享 第二, 以色列刚刚将半岛电台Altra Zero 要赶他出去 即是说, 你们不要在这里採访 我要不让你们看 第三, 美国政府那边的众议会 将反犹太立国主义 定义成为反犹太主义 另外还有很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例如, 在这里有一个人 他的标题 让我们标准英语的人看 Jewish Jack Blue Jewish Jack Blue Jewish Jack Blue 一个联合航公司 Jewish Jack Blue 即是这个航空公司是犹太人的 所以, 顾客的众议会 他回程飞机票 被航空公司取消了 原來Jewish Tech Executive 不是的 飛機公司是猶太 是這個顧客猶太人 猶太人看到在飛機上有一個空姐 有一個空姐 抱著一個自由巴勒斯坦自由的胸口針 他認為抱著巴勒斯坦人自由可以立國就是反猶太 因此他對航空公司的高級 不知他想怎樣 他自己本身有一大對話 根據他這樣說 他認為我告訴你 I just wanna tell you 我只是想告訴你 I'm a frequent fire 我是一個長期飛飛機的 這個就是It was upsetting 這個好笑得我很沉悶 因為she wore that 藍的章 and that should only change the pin to the front of the apron not the others 他只是把這個胸口掛在自己的 遺困上 這位人士 這個叫Paul Foss 於是其他另一個飛行員說 有時候我會跟他說 他就說你現在是飛機的時間 你不要說了 不想搞一些東西出來 就等下飛機再說 下飛機時很明顯 這件事就說了給航空公司知道 所以在出閘的時候 就有一個另一個人 一個Jap Blue official who is wearing a yellow vass 穿著黃色的配心 叫他站在那邊 Sir, I need to speak to you 要問他拿身份證 他不肯給身份證 於是航空公司叫警察 說他在飛行途中引致騷亂 當然現在這件事件可以說 一個政治正確 凌駕在所謂他們非常重視的言論自由上 我覺得這個空姐表達自己 對北勒斯坦人的關心 他自己表達沒有問題 當然了 這個公司上的制服 准不准你拿其他章 是另一回事 這個留給航空公司決定 而這個人對航空公司 做出投訴 這個投訴我覺得不合理 別人要拿一個章 有關你什麼事 但一樣要投訴 投訴完之後 自然就要升級 升級到主管部門 機場下機時在閘口截住他 很明顯 他覺得自己正確 沒有事 而不願意顯出自己的身份證明 那就唯有報警 航空公司那邊是否有反應過大呢 我覺得是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小事 但現在越搞越大件事 當然雙方現在都是 各執一詞 但我覺得 第一 這個飛行員 飛行空中的 Fight Attendant 纏一些其他章 可能違反了公知規矩 這個公司裏面的事 這個乘客 很明顯有一個明顯的政治立場 巴勒斯坦目前所面對的事 大部分有良心的人都會支持巴勒斯坦 他很明顯 他是猶太人 不支持巴勒斯坦人得到公平的對待 這是他的偏見 但他將自己的偏見 就強加在其他人身上 別人的言論自由 他要我的意見更重要於你的言論自由 而公司亦都反應過激 整件事件顯示到現在在美國裏面 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就已經是非常之低了 由這件事看到 由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加薩地帶 就是最後一個安全地方 去到之前的鋪排 按TikTok 就 不讓半島地台存在 另一件事 將反復國主義 相等於反猶太主義 這些一大串的做法 完全違反了一直以來 西方所說的普世價值 說的一套 做的一套 我們在2019年在香港看得很清楚 現在2024年 重新 在美國 在以色列 在加薩地帶 再表演一次給大家看 我想我們 睜睜睜睜睜了解 今天 西方政治之下的社會是什麼社會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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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